今天我们学习这款经典的花样 虽然花形你用 我这里是见变色线来编织 你合适编织 那种金少年或者儿童的 你用纯颜色编织 纯颜人的 非常漂亮 男士女士都可以用那个花形 这里花与花的距离是四针 花样是五针 一属花是九针 像的一属花是九针 你几针及九的倍数 高度是四行 那么九生四行一属花 好 大家下面我们来讲解 是个花形的编织方法 大家把花形学会 记我的主页里面去看 其他款的绳饼教程 毛衣里会是一个绳饼教程一款 然后呢可以用很多花样来编织 好 下面我们来起针 绕线 按主要撕一针下针 这样我们起好了第一针 第二针 第三针 往下重复 这样起针就可以了起到你想要的生素 我其他花样的起针方法在主页里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起针好以后第一针 我们开始来排花 好 边针 然后我们吃四针的上针 一 二 三 四 好 撕好四针上针以后 把线到后面去 好 下针两针合并 空加一针 好 再支一针下针 再空加一针 好 两针向左合并的时候 我们要算个方向 好 这里看不懂的都看两遍 好 现在我们点针处边针不算花 下针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九针一属画 T属画排好了 第二属画 四针上针 好 把线到后面去 两针合并 空加一针 撕下针 再空加一针 两针合并 向左合并 好 四针上针合并 好 第二行 第二行我在反面编织 第二行我们省行是上针 如果你是捐织 就是循环针或者是 四根包针织的话 你第二行你省行是下针 用我在反面遍 片枝 我再反面 这里 撕上针 好 省行继续把它撕完成 第三行 好 我们四针一样的 是上针第三行 好 第二行 好 把线到后面去 我们继续来继续把它撕成 好 把线到后面去 好 把线到后面去 我们继续来继续来继 第三行 第三行 好 第二继续 反针编织四行 好 这里四五针下针第二续 五花 好 两刀对称 对称 两刀对称 我们这里有四个上针 好 第三行 第四行 好 审行是上针 好 等一下 这里审行把它完成 我不再过多的讲解 好 第四行 继续好了 虽然我们第一排花 就继续好了 到第五行 我们又少到第一行的 循环点 好 这样来看 好 跟第一行的 试法是一样的 四针上针 好 然后 三针合 这里两针合并 四下针 合并好以后 加一针 好 这里四下针 再攻加一针 好 正方向 向左合并 好 把线绕过来 一 二 二 三 四 好 两针合并 然后空加一针 四下针 再空加一次 好 正个方向 好 然后 到我来 先 好 往下 编织 审航至上针 反面 是很简单 新手都可以学会的 花样这款花形 是非常简单的 好 这里审航 大家把它完成 我不是过多展解 加针的这个位置 我再讲一下 一样的啊 撕上针 再反面撕上针 如果你圈子 你在上面撕下针 都是一样的编织方法 好 大家把它完成 好 你看这里的楼公卡 也看得出来了啊 大家继续往上编织 好 大面积编织起来 就这样的一个花形 非常的漂亮和简单 大家还有不懂的 在我评论机上面留言 可以把你学会的花样 编织好的花样 发在评论机里面 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